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觀眾朋友媽媽 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教大家有沒有 我們家裡小朋友最喜歡吃的湯 一定要看到我桌上這些東西就知道 叫玉米濃湯 我準備了什麼食材來注意看一下 來我用玉米醬 玉米粒 還有散花奶水 或鮮奶都可以 鹽巴 糖 黑胡椒粉 奶油 雞蛋 中筋麵粉 我就準備這個食材 怎麼快速咧 來我教你怎麼做 來來來 一般你看我會這樣先把它調勻 我會這樣一米醬 先下一米醬先把它調勻 再下一米粒 這兩個比例我是2比1 一米醬會2 一米粒1 因為增加這個一米粒 增加它的口感 好 再加鮮奶 有沒有 下去 差不多100cc的鮮奶 下去調 這樣把它調勻 好 來 那你也可以把味道有沒有 來 鹽巴 這樣差不多1小時鹽巴下去 還有糖 這樣下去 這樣下去 奶油 都可以先下 這樣 來 做準備一鍋 我這裡面的水 大概到1500cc的高湯的熱水 你這樣就有沒有先將食材 一米醬 一米粒 還有奶水 還有鮮奶油 還有鹽巴糖 先下去把它和勻 準備這些 先把它和勻 來 水滾 你就可以下了 這樣你水滾就下了 好 我們就等到水滾的時候 來 我們等水滾的時候 我們會將有沒有 這個麵粉先把它調水 類似有沒有 我們就要做中菜西式的玉米濃湯 西式它都用麵粉去勾芡 所以我們準備麵粉 麵粉先調水 類似有沒有 吃太白溫水一樣的道理 這樣煮起來 一米濃湯 口感 多軟嫩 還有香氣 這樣麵糊下去 有沒有 水滾的時候 來 這樣才下 好 這個勾芡 你用麵粉去勾芡 它的稠度不會像太白粉那樣 那麼濃稠 所以你要慢慢去加 慢慢去加 哇 你看 有沒有 這個湯頭看起來有沒有 多綿密啊 這感覺有沒有 像不像西餐的那個什麼龍湯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這樣弄好了有沒有 煮盈了 好 來 麻煩火關小 來 最後 最後才下 讓那蛋 蛋有沒有打散 這樣蛋打散 好 開個火 好了 馬上我們來盛出來給大家看 一米濃湯 快速的做法 你看 我就不用五分鐘 我就煮了一鍋 中菜西式的一米濃湯喔 好 那我可以來掃上少許的黑胡椒 觀眾朋友媽媽 快速的一米濃湯 你有沒有學到喔